這個吃那個也吃 不停大吃男神的豆腐 由小S徐希蒂獨條大樑的新節目 姊姊好餓 自開播以來 每集都邀請不同的男神來助陣 不過因為節目中置入不少商品行銷 再加上小S非常用力的豬吃 引來不少負評 是說一向嗆辣感說的小S也沒在怕 他近期就親上火線回應網友的評價 有一名自稱看了10年康熙來了的網友 就在小S的微博留言說 能不能不要那麼over 還說看得我尷尬癌都要犯了 要小S自然點 像以前康熙來了就好 對此小S居然親上火線回覆不能 他表示做這節目就是為了要鬥弄男神 辛辣的嗆網友 30分鐘的節目 你是希望有多少深度訪談 還要網友尷尬就別看了吧 回去看康熙 還有名網友直指看姐姐好餓 覺得男明星有時都挺尷尬的 還向S屆表示你很需要蔡康永 對此小S也回覆 尷尬才是幽默的最高境界 反問網友你說的尷尬是哪一部分 小S更表示我不需要蔡康永了 人生要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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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我 人生要往前看